今早9点左右在南北大道从宾州假抛巴底前往击打双溪大年的方向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一名驾着现代白色轿车的司机不知何故突然撞向一辆带满鸡蛋的罗里 由于撞击猛烈,罗里随后失控撞向分界低,在罗里上的鸡蛋也因此翻落一地 事发现场顿时被破碎的鸡蛋染成一片黄色,很是狼狈 随后一段相关视频在网络上传开 画面中可以看到白色轿车在事发前不停左右摇摆 因此怀疑是轿车司机在驾驶时睡意来袭才酿成这起车祸 警方指出涉事的55岁罗里司机因蒙受轻伤而松愿治疗 而26岁的轿车司机并无大碍 至于车祸的真正噪音还有待警方调查 NTV7综合报道